根据美国的国防部 他们特别在最近这几天 特别就表示说 夜门叛军向他们发射了飞弹 正在红海巡逻的卡尼号驱逐舰 19号就击落 他们声称击落了夜门叛军 青年运动这个组织 所发射的三个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了巡逸飞弹 还有无人机 但是美国国防部也表示说 针对夜门叛军 他们所发射这个飞弹 他们到底要射的目标是什么呢 目前还不得知 但是他们确实是从夜门 这个地方发射的 沿着红海向北前进 被美军给击落了下来 这起单独的飞弹发射 是不是意味着说 夜门的叛军也打算 用飞弹发射的方式 来声援哈马斯呢 我们看一下地图 根据西方媒体的一个报道 基本上飞弹是从夜门发射 然后沿着红海往北 但是美国国防部 没有确切的说 这些飞弹是在什么地方受到拦截 所以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说 可能目标是朝向以色列 无论如何 我要指的是说青年运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叛军 或者是这一股政治 或者是说思想力量 事实上它的武装行动一直都存在 在今年4月之前 它发生的频率相当的多 特别是它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冲突 以及它内部的内战 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的 今年4月有初步的一个听货协定 但是零星的冲突仍然在发生 所以不是因为目前的尾巴冲突 诱发了新的中东危机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为什么这一次 如果它是针对以色列的话 我觉得这不是趁热打劫 而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局势 让世界各国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 让它看到它的存在 我们要很清楚说 除了它有宗教思想 作为它武装力量的一个后盾 主要的一个目标 这一个反叛军团体 它的目标是要取得整个夜门的政权 而且它是反沙烏地阿拉伯 对夜门内部的政治一个干预 所以在中通各国 阿拉伯国家而言 夜门本来就是一个 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那一直没办法让阿拉伯国家 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 所以当此全世界焦点 都在以色列的时候 我觉得它让大家看到它的一个存在 这个在军事策略上是合理的 现在就是担心说 常年内乱的这个夜门 会不会因为这个尾巴的局势 搞得更加的复杂 而且重新被点燃这个内战的战火 夜门叛军青年运动 我们进一步带大家来看是 2014年他们推翻了 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夜门政府 像刚刚事总所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他们也实质掌控夜门的北部 那青年运动跟夜门政府军的势力 展开长达九年的代理人战争 一直到今年的四月 在邻国阿曼的斡旋之下 青年运动组织呢 才和夜门的政府军 还有阿拉伯呢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进行了和谈 双方同意呢 是先停火六个月 后续呢 在谈判说 是不是要达到永久停火 但现在一巴冲突起来了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 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和谈进程呢 卓老师怎么看 首先我们看到 应该说沙烏地阿拉伯 如果以色列真的跟 真的跟夜门这个青年运动发生冲突的话 那应该有助于 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改善 因为他们等于是发现了一个共同敌人 那把以色列拖进来 其实沙烏地阿拉伯反而可以降低 它的一个战略负担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 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情势 就如果以色列卷进来之后 会不会让这个地方 本来已经要去平缓的这个情势 又重新烧起来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在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美国现在去拦截了 这个燕门这边发射的这个飞弹 那就表示说美国也是会 随时有可能采取行动 针对任何以色列的进攻 那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去影响到 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动向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面向 因为其实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讯号 就是说既然美国要保卫以色列 那其他国家要是想要动以色列 其实要考虑到美国的介入 那反过来说 如果美国也愿意保卫沙烏地阿拉伯 那沙烏地阿拉伯就可以放行 所以因为沙烏地阿拉伯 过去对于美国的一个批评 就是它被这个燕门的 这个青年运动攻击的时候 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并没有相助 当时后来在拜登时代 还撤回了他的爱国者飞弹 所以现在这个当然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 如果要跟以色列进一步关系改善 可能就要涉及到说 美国要向沙烏地阿拉伯 投入多少的军事资源 那未来有多坚定的承诺 去要保护沙烏地阿拉伯 OK 我进一步请教文家老师 我们说这个叶门的叛军 就是青年运动 他们跟北边 以色列北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背后的是都同一个脉络吗 还是说是不同的 您的了解 另外就是说 现在还要小心的是 已经在台面上大家所看到的之外 哪些势力是蠢蠢欲动的 我来看 其实我先来分析一下 有关黎巴嫩它这个真主党 其实它成立在1982年 它的目的是要怎么样 是由伊朗所资助的 由伊朗诸治的 它是要怎么样 就是一个审夜派 它透过这个审夜派来做一个 这个伊斯兰政治跟军事的一个组织 它目的在消灭以色列 以色列 然后把西方的势力逐出黎巴嫩 西方势力是美国 所以它认为这个部分 它真主党现在讲的背景 那这次夜门 其实它七年军 其实它在这个经过九年之后 它经过这个阿曼可能要调停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刚刚 这个主持人所讲的 这个美国国防部讲 讲说它这个在10月19号 这个打落了这个夜门的叛军 这个七年运动 有这个三个目标 包括巡运飞弹跟无人机 但是又制止是伊朗 是伊朗 所以看起来呢 不管是这个夜门的七年军 或者是这个这个珍珠党 它的背后的就是伊朗 都是伊朗 你说在背后是有伊朗成腰 虽然他们的老大不一样 像这个珍珠党老大叫这个纳斯鲁拉 然后呢这个七年军的这个首脑是马沙特 但是也刚刚一路的这个卓老师所讲的 其实幕后都是有人 幕后其实伊朗的 我们知道反正其他的幕后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那这个他们是针对反正他现在伊朗是他的代理人 那相对的那个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 因此在更深层就是代理人之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要 这个节目能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整个一个 在整个一个世界局势里面 现在逃不了就是中美之间 的一个所谓的 不管从军事外交 经济的一个博弈 OK 经济方面我们继续来关心 因为现在这个战争的冲突不断扩大 大家非常关心的是经济的后事 现在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也听到了新展银行的财富管理投资顾问部的 一位副总裁叫陈玉佳他指出说 尾巴冲突在短期可能会推升油价 看到是每桶会突破100美元以上 并且使得黄金的价格会飙涨到 他们现在看到可能是每盎司是2050美元的价位 甚至可能会更高 所以油价跟金价在战乱时 特别会关注的是他们的波动 我们若从短期的波动观察的话 刘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我们要先从之前像彭博的一个经济研究 他有做过一个预测 那就是把尾巴战争分为三个情境 那第一个如果还是维持在加萨走廊的一个战事 那对于全球的一个经济跟通膨 那么跟油价就是大概还是 这个影响是相对范围比较小的 那但是如果进一步 如果颇及到稍微到这个黎巴嫩或者是叙利亚 也就是所谓代理人的战争 那可能对于全球的经济或通膨 会是比较一个中度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如果已经来到了这个伊朗 跟以色列的一个对决 那当然就会对于全球经济 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 那现阶段我们就首先先来看 在油价方面的一个表现 就是相关的走势图 还包括说等一下美债一起谈 那这个是在这个全球布兰特原油的一个价格 它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是在这个所谓尾巴战争 它的一个爆发点 那确实在这段时间一直到最近的这个油价 以布兰特原油来说 它确实有一个波段的一个上涨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最近EIA 它在这个今年年这个月中的部分 它有做一个最新的预测 也就是说布兰特原油它的一个价格 从去年的每桶100.94美元 其实是会下滑到今年的84.09美元左右 但是明年呢会攀升到94.91美元 所以显然来看在整个明年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呢是会呈现上扬的一个态势 但是不是在这个全年度都会达到 这个所谓100美元以上 我觉得是会比较困难的 就是油价的部分 对 当然短期之内是有可能会触及 那最主要是说 没有办法一直待在这个100元以上的一个价位 我认为是因为在全球的经济需求端的部分 可能在这方面的推升还是比较有限 那金价跟美债呢 那另外如果我们从这个金价的一个部分 一个走势来看 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 那么到最近 确实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度的一个涨势 但是目前还没有触及到每盎司2000美元的这个价位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先前因为恶物战争呢 它其实已经有电高相当高的一个激起了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在这个追价的一个动能其实相对会比较减缓一点 也就是说虽然它会上涨 但是是不是会破到这个所谓历史的一个新高水准 这个可能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保留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债的一个部分 理论上美债应该也是一个所谓资金避险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很多人如果要抢进美债 那基本上它的一个这个 在这个殖利域的部分应该是会呈现下滑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走势 反而是呈现上升的一个态势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其他的一个因素 来持续的影响这个美债殖利率它的一个走势 当然未来会不会在这个资金 还是会往这个美债的部分来做一个避险 当然这个是留在后续有待观察 还是有机会的 了解 短期一定会有波动 但是现在就等待的是局势希望能被赶快控制住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BGM BG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